开来那个字,我们的孩子也不需要挡那个字 他只需要开来那个字位的字 你看那个字位的字就出现在这个电脑那边 这点那边,这个是他的重点 所以他只要按住那个查理 他就有那个字,跑出来 所以孩子就选了,选那个组合力的意思 如果他看了马来文又不懂 他就帮你去华语 从马来文去华语 你看旁边有VMVC吧 VMVC,这样他也可以放进去 然后马来文好像不懂了吗 所以他也可以,这样可以 这样吗 这样吗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合力 这个是我们的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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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做完之后呢 他有一个地方呢 是做孩子的组合力 他做到几分啊 他做到什么成绩啊 他用多久去做啊 所以他就记录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有红色的话呢 就是还有孩子的分数 太一太低了 有可能这一方面呢 他有什么掌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 到底是哪一个 他讲完不会活 也就是讲述不会 所以这里我们按照的话呢 他就可以出现他的组合力 我们所做的组合力 这个程度真的很重要 因为现在没有考试了 这个程度呢 对我们更重要的 要了解孩子的程度更重要 然后呢 这个呢 Acknowledgement and appreciation 我们的组合力 也是在组合力 我们的组合力 还有组合力 这一个是一间组合力 他也给我们subscribe了 这个组合力 是一间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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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边是哪一段 中学也有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 很多手上的 然后整理这个组合力 呢 然后这时候 为什么我们需要用vispoo呢 因为vispoo呢 是很简单